在中华文明的概念远未形成之前 我们的祖先早已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这是梁祖古城遗址中心的墨角山 是整个古城的中心点 也是当年梁祖古博权力与信仰的中心 今天我带领大家从这里出发 去追寻梁祖文明五千年传承的足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片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西有崇山峻陵队阁 天际线更古不变 北有沙漠和莽园为屏障 而东面与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长江 黄河 两条母亲河 斜过着万刃洪流 仔细向东而来 流经复杂的地貌 沿途滋养万物生灵 绘制出多样的文明图景 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奠基者之一的苏炳奇先生曾说 中国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 虽然各地区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 同步或不同步 但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的中华文明 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华夏文明将和相继 兼收并须 多元一体 自照星之日起便如此 至今亦然 最终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 以黄河 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 再联系周围多个区域性文化的 重办花朵式格局形成 中华文明之体系 也在此基础上 构建而成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 梁祖文明扮演了弥族轻重的角色 这一文明的核心地点 就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 渝杭区的梁祖古城遗址 2019年7月 梁祖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成为举世公认的 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地球在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后 迈入全新式时期 陆地表面总体温暖湿润 坚活受到局部冷干气候事件的干扰 冰期过后 气候如春 海平面迅速上升 世界范围内的海岸线不断被修改 鲜民的迁徙之路跟着潮水的方向 一步一驱 一万一千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以考古区而言 这是新旧时期时代的划分 以古气候而言 这是冰期到朗期的区积变化 海水入侵约在六千五百年前达到最盛 此时在本区形成了太湖古海湾 此后由于气候波动变化和泥沙沉积作用 太湖古海湾约在五千五百年前淤积成路 与海水隔离 其残存的水面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太湖 沧海桑田有遗珠 最新成型的平路之中 尚于一片水域流存 那便是太湖了 两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 太湖是中国的第三大淡水湖 宋元之际的赵孟府 在《无心腹》中曾经描写道 渺渺茫茫 以天为地 可谓道出太湖之气韵 太湖自古以来就是文明辖尔的鱼米之乡 水产丰富 盛产鱼虾 太湖 古称镇则 有名五湖 三江记入镇则底定 是上书的说法 司马迁在史记里 也留下了与治水与吾 则通渠三江五湖的一笔 今天 人们习惯将太湖 及其周边广袤的土地 称为太湖平原 它北起长江 南底乾塘江 杭州湾 东面向东海敞开 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向南越过乾塘江与杭州湾 则是宁绍平原 南北之间多有交融 五与月自古密不可分 近年来 浙江又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和上山文化 从而将文化的源头 向上追溯到了一万多年前 而在距今五千年前 梁祖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的星辰大海中 一颗耀眼的巨星 太湖的清水 是太湖流域文化的摇篮 先后孕育了 马家邦文化 松泽文化 梁祖文化 前山样和广福岭文化 等史前文明 到七千年前 海平面涨到最高位 人与自然 进入了空前和谐的发展期 这个时候 长江下游地区 形成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 马家邦文化 和浙江 前塘江以南的 和姆渡文化 由于溢水之隔的亲近地缘 马家邦文化 与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 能在频繁互动中取长补短 相互借鉴 可能一直独木舟 一夜竹筏便能实现交往 两种文化面貌 不免呈现出诸多共性 比如 以府为主要吹气器型 构筑房屋 多用笋卯和起口技术 古四阶段的稻作 均有长足发展 这两个文化 是临水而居 泛道耕渝的江南文化之根 马家邦文化和和姆渡文化 南北辉印竞相发展 在他们之后发展为松泽文化 到五千三百年左右 发展成两种文化 如此渗透融合 又度过一两千年 终于建区一致 成为后来吴越文化的基础 沧海桑田几千年 今时今日 吴越两地 仍保有近似或一致的传统 同生同缕 同风同俗 是华夏文化共同体 这个大概念里 一个珍贵的支流 那两种文明的源头 肯定要到太副西部 或者太副柳渝本身里面去找去 它是本地文化发展的一个具体 因为在这个马家邦文化和骆头顿文化时期 这一带有那种大型的聚落 这个环豪聚落 另外呢 我们发现一些很多的大型的房机 房机的介绍很大 所以说我想 那个时候马家邦上次已经 这个非常的这个 就是说发达了 那购路到松泽的时候呢 已经确渐了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社会变革 那这个社会变革 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 就是以张家港东山城为代表的 他的这个社会分化呢 应该是从五千八百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张忠北先生看完这个 这个东山城以后 他就就是说当时写下了几个字 两组文明之源 就两组文明的源头 只能是到松泽文化里面去找 六千年前的松泽文化上升期 人们在陆地上 能够获取的生存空间更大了 江浙文化圈连成一体 雏形出现 北至苏北 南到浙南 文化面貌渐趋一致 几千年后 在江苏新仪和浙溪金渠盆地的龙游 都有松泽文化遗存揭露 即是明正 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松泽文化 是一个大繁荣的发展阶段 松泽文化是迈向文明进程的关键阶段 为稍后兴盛于该地区的两种文化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徽马鞍山临家滩遗址 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浙江嘉兴南河邦遗址 分别发掘出大型松泽墓葬祭坛 直观反映了当时各分之独立存在 享有共性 尊重个性 平行发展的状态 三处遗址 也是松泽时期的聚落核心 我现在是站在安徽省寒山县的玉溪河岸上面 那么玉溪河呢从灵家滩的南面流过 那么我身后的这个片高地就是灵家滩遗址 那么从这里呢往西 沿着这个长江往西到湖北的五穴 大概也有三百公里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松泽文化圈的 一个中心位置 那么以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当年 灵家滩遗址 那么它作为一个松泽大文化圈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集团的一个核心 是我们目前发现的 这个在松泽时代出土的东西 最高级的一个聚落群 一个遗址 如果从典型松泽文化分布区看 西至湖北五穴 东至上海 灵家滩遗址 则正好处于中心位置 距今约五千三百年左右 开始进入两种文化 流经两主的东条西 是太湖的主要水源地 两主的先王们 曾经在太湖聚集 沿着条西一路走来 在这片土地上 沿着山岗聚足而居 并开始统一规划 城墙和水坝 从而开启了两主古城 千年的辉煌 随着人口的增加 和陆地面积的扩大 打替松泽族群有计划 有针对性的搬离高地秋港 迁徙往平原湿地 向河湖靠拢 定居太湖流域的部落 无一例外以稻作农业为命脉 这一时期 松泽人的稻田面积较小 与两主时期的大面积肯直 尚有差距 石梨和石镰刀 是松泽人的首创 这种改良农具的出现 极大提高了生产力 是倒作农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距今五千六百年到五千五百年之间 一个间歇性的冷漆 再次造访地球 那么这次气候事件 是原来人们赖以生存的 采集狩猎的经济模式 难以为继 那么人们逐步从高地 转移到了低地 高地上的那些居民 它需要寻找一个 更加适合水稻种植的场所 那么到了五千五百年左右 我们这个长三角 已经是气候凉爽 河流密布 卧野千里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于 大规模水稻耕作的这么一个区域 所以人们就从四面八方 汇聚到太湖平原 松泽人依然保有 则高地而居的传统 村落间出现 大片人工堆土而成的台地 再早已成组的沟槽与柱洞 以便搭建木质架构 茅草覆顶的房屋 独特的台地建筑风格 逐渐形成 给后世以深远影响 他们早早掌握了 早井集水 护水灌溉的技术 将引用水和生产用水区分开来 实现了最初的用水卫生 他们勤于狩猎 擅长拆解动物的獠牙与枝骨 并一依削磨成器 制成装饰物或者工具 达到鱼猎的插刑器 小制用于缝纫的骨针 不一而足 他们不断改良前代马家帮人的腐形吹起 家族成顶 不仅优化的器型 使用起来也更便当 顶状器从此大行其道 其中又以鱼骑行桃顶和凿行足顶 最具时代特色 他们枯木成舟 掩雾为己 积木成乏 从此合乎水网任驰骋 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 是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的标志 原先因水域阻隔而沟通不畅的 四邻部落联系愈发紧密 人们获取食物的渠道也越发多元 蟹 螺 蹦 虾 从水中物变成盘中餐 鱼猎与稻作相辅相成 成为支撑水乡诸族生存的重要手段 松泽文化已经普遍使用名气随葬 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 已经反映出明显的社会分化 等级较高的墓葬一般随葬玉气 马达邦文化时期出现的玉绝 它是比较单一的一种气息 那么到了松泽文化时期 又出现了玉环 玉卒和玉皇 这一系列的气息 那么玉皇的话 在松泽文化时期 它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气息 太后流域此前 单一的用玉割绝被打破 可视为后来梁祖时期 梁祖玉气大型礼仪之风的先生 松泽人的生活痕迹 遍布山林水岸 天间霸上 族因回想近千年 但总体上 他们仍只是生活在太湖流域的 组织松散的 文化相近的多知不足 各自过着原始意味浓厚的简朴生活 并不受自上而下的统一行动力支配 部族之间因所居处所 所立世事有益 而各自崇拜着不同的神灵 这个早期的聚落群 应该是一种和自然条件 自然环境高度契合的 这样一种自然群落 但是大概是从松泽文化开始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 养少文化的庙里沟期开始 从大文口文化的中期开始 大概就是四天年上下这个时候 在这些群落里边 开始出现了中心聚落 群落之间的 村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了 里边开始有了政治了 那中心聚落 大的聚落就会欺负小的 或者就统治小的 把它管起来等等 从而它结成了一个 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聚落群 它是变成了一个 参与更康泛的这个社会 政治或者什么的 一个经济一个实体 相当数量的物质开始积累 在此过程中 少部分人拥有了 一胡寻常的权威与财富 并在日后进阶为 掌握宗教与礼仪功能的领袖 他们掌握神坛 主导祭祀 波洒神意 充当神的代理人 在统一的精神信仰的塑造下 不同的族群 缔结为民族共同体 许下勇士蒙好 建成兴邦的诺言 人们开始 以一种相对集中的力量 试生产 拓家园 筑城邦 新的秩序在建立 城里边比如它的居民 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 除了这些高等的 中等的贵族之外 它的市民 相当大的部分是手工业者 这个和梁主的一个农村村落 就不太一样 由此呢 我们就提出了梁主这个社会 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新时期时代 原始共产主义 平等平均的社会 它而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 高度复杂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形态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深州大地上众多区域文化繁盛 长江中游湖北境内的曲家岭文化 黄河下游山东境内的大问口文化 西辽河流域 辽宁境内的红山文化 都在强势崛起 纷纷发展成空域广大 财富分配与组织能力 均非同小可的多等级复杂社会 梁主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史前文明 并驾齐驱 无分宣制 梁主文明是一种神权和王权 相融合的统治模式 所以可以称之为神王之国 这个地方是在两山之间的中心位置 梁主人当年在这样一片湿地上 用人工堆起了一个高台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 这里是一种天地之中的感觉 梁主文明的这个本质 就是以成主预理器 来这个维系政权和社会的这个稳定 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预文明 那么这个高度发达预文明 当然是属于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分子 它背后我想肯定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这个认同 只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然后大家才会这个多元一体 才会兼容并需 才会绵延不绝 今日杭州市渝杭区的梁主街道与平遥镇 就是当年梁主文明的核心区 梁主文明盼水而生 太湖是源泉 条西是脉搏 梁主自宋代便已得名 圣地梁主以东条西为纽带 连通太湖 作为太湖主要水源的东条西 在上游分为三只 从天目山的崇山中流出 上游的山货顺条西至太湖 则可以运达整个长江下游 如今条西仍然是一条重要的水路运输通道 完成了从松泽文化到梁主文化的善变之后 环太湖流与各族群最终选择了偏居异渝的梁主 来建立辉煌的神王之国 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无从得知 我们不妨进行合理的推想 恰逢秋收时节 各族群的船队云集太湖 共赴盟约 湖中之岛再次化身驻岛的海洋 五湖三江最隆重的典礼 蓄势待发 人们分成好几波 有的搭台地 有的驾火堆 齐翻齐整 立起时 大家互相鼓舞的耗子也响彻云霄 而后各族巫师则登临祭坛 施法敬天 整座岛屿都笼罩在神秘宿木中 最终西边一个部族领袖演绎的法术 赢得最多的贺彩与拥戴 大家由衷地恳请他们 就此统御诸族必诱一方 在山湖海啸的呐喊中 象征王权的羽冠 被带在这位领袖的头上 新的盟主诞生了 已经拥有了统一的信仰与领袖 此时人们需要一座城 一座能够供奉王奉祭神的都城 经过多方权衡与商讨 依据南方部族长老的献计 盟室诸族最终既定南方 无需披荆斩棘 只要素条西而上 就能达到他们世代所居的 两主地方 两主及其周边地区 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相对宽松 原先只有疏疏落落 数处村落 临近河流 背靠山地的人们 世代田径度日 环太湖流域各部族 在很短的时间内 建立了辉红的古国王城 梁祖古城从此成为各部族信仰的神圣之地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梁祖古国的首都 梁祖古城 那么梁祖人呢 选择在这个地方 东边呢是广袤的平原 可以提供充分的这个粮食供应 西边呢 这个山上呢 它就有浴矿 所以呢 它在这个物质和精神上呢 就能获取这些重要的这个支持 从而达到这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这个一个条件 我们在千山江以南 整个浙江山地啊 没有大的平原 所以呢 没有大的人群聚集 那么也就是说 梁祖人如果定都在这个地方 它从这个南边啊 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外族来入侵 那么它只要呢 在这个大浙山南部的这个地区啊 它只要顾着这个东北方向啊 如果没有人从太湖那边过来的话呢 这是一个相当安全的 一个半封闭的这么一个区域 梁祖人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它的都城 我们相信他们曾经经历过 非常长时间的考察比较 和这个规划 那么最后呢 他们终于建设成了梁祖古城这样一个体量宏大 布局合理 规划科学的千年古城 从考古发现上看 梁祖文化的分布范围 东至大海 北底江苏苏北新化一带 西域江苏常州 南达浙江中南部 这其实就是梁祖古国的疆域 梁祖文明正以越来越清晰的面貌呈现于世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融合发展的华彩历程 有了更丰富的产式 梁祖文明照星东南 鼎盛一时 存续千年 对华夏文明的形成 做出了杰出贡献 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祖形 与源头之一 梁祖无言 唯有等待后来的我们 共生相寻 叩问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